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次分享分为四个模块 第一个是当前的现状与遇到的挑战 第二个是在在线场景如何提高HBase的可用性 第三个是在高请求场景下对性能的优化 第四个是对以上的总结和未来的规划 随着规模持续的发展 小米内部当前单副本存储已经达到18pb 峰值请求达到了800万加 然后有90%是在线场景使用 存储环比去年增长了16% 随着集群规模上涨 然后对应的可用性是有所下降 然后延迟有所上涨 在线场景对可用性和性能的要求都比较高 所以我们针对这两个方向进行了优化 第一个点是可用性的优化 先说一下对内核参数的一个优化 我先解释一下PageScans参数的一个含义是 操作系统在做内存同步回收时 每秒同步读的页数 我们在排查问题的过程中发现 操作系统在同步回收时 如果PageScans参数比较高 会导致节点上的进程停顿 机器焊住 最终导致业务请求超时 然后节点GC最后与ZK失联重启 然后我们针对此情况进行了一个优化 就是我们加大操作系统同步回收内存的一个大小 针对不同机器的内核 它对应的参数含义也不一样 然后我们建议不同的机器内核 申请同步回收的内存是机器内存的10%左右 我们优化后的效果是 PageScans几乎降为零 然后对应的可用性达到100% 另外一种是对节点异常重启后 回放数据耗时的一个优化 当一个写请求进来时 它会串行地去写Wall 然后再去写MemoStory 这个时候的数据其实还没有flush到HFile中 如果这个时候 RegionServer进行触发额报的重启 那么我们需要从Wall中去回放对应的数据到HFile中 因为我们默认设置的Wall的数量是42个 由于这个文件数量比较多 会导致回放数据时的耗时比较长 在此期间节点上的Region是不能提供在线服务的 优化后的一个效果 之前42个文件时回放的耗时是160秒 最终优化后减少到一个文件数的时候 回放时间是18秒 最佳效果能达到90%的一个优化 第三种是对RS进程重启的一个优化 我们内部开发了一个load detector的功能 它会对进程所在的节点的load监控指标进行探测 如果load的指标超过了一定大小 它会影响到业务的一个请求 我们认为这个时候load是不能自动恢复的 所以我们对RS节点进行沙特档重启一个操作 来恢复可能性 但是由于3.x内核的bug导致load的无限上涨 与load detector的一个逻辑冲突会导致节点会频繁的去重启 导致节点上的region做RIT操作 最终影响到业务的一个请求失败 我们针对load detector还有另外一个 所以我们对3.x机器进行一个升级 修复load detector 修复load的上涨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逻辑是当一个节点上的q 某一种类型的q满了之后 会对这个节点打上qfile的一个标志 然后load detector会频繁的连续探测region server qfile的一个状态 如果连续都是qfile 那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个不能恢复的一个状态 然后对节点进程重启恢复可用性 我们可以看到上图的一个监控指标 当qsize上涨满了之后 对应的可用性是有抖动的 然后我们进行重启之后 qsize下降 然后可用性会恢复到百分之百 但是最终qsize还是会上涨 因为某种原因满了 所以我们针对某一个 针对这个qsize上涨 我们下面也有一个优化 接下来介绍一下在高请求场景下的性能优化 第一个是线程隔离模型 历史的逻辑是当一个请求进来时 会有随机分配的逻辑 随机分配到某一个q上 这就导致说如果一个 其中一个q的请求特别慢 那就会可能导致这个q满了 然后接下来请求可能会被照不掉 我们对这里做了两个优化 第一个是优先级对立 我们对一批表打上优先级对立的标签 当一个请求进来时 我们判断它如果属于低优先级的表 那我们会去判断它前一分钟内的一个请求耗时 如果通过过滤器 判断它是一个慢请求的话 那我们将这个请求分发给优先级对立模型 然后也是走历史的逻辑去分配这个对立 因为只要它不影响到业务的一个正常请求就可以 其他业务的正常请求就可以 另外一种是我们引入了社区的Faster Pass功能 它的逻辑就是当一个请求进来时 我会获取最空闲的Handler 然后将请求丢给这个Handler 但如果没有空闲Handler的情况下 我再把这个请求分配给最小的一个对立 然后让它等待排列去执行 然后可以看到优化后的效果 Q没有某一种类型的Q上涨满了的情况 它是一个均衡分配的状态 然后功能上线后优化后的效果 逻延迟平均下降了20% 在高请求的场景下肯定会有热点数据的存在 我们开发了耗的Sporting RegionDetector的功能 去探测通过QSize和RegionQPS两个监控指标 去探测热点Region 比方是热点Region4 然后我们通知到Must 再去由Must通过QSize和RegionServer的两个监控指标 定位到负载最低的一个RS节点 比如说是RS2 那Must再将Region4目入到RS2上 我们可以看到优化后的两个效果比对 优化前可能某个RS的QPS特别高 优化后整体QPS已经被打停 然后我们还将定位到的热点Region推送到普罗米修斯监控 并打上两个标签 一个是Table级别 一个是Region级别 这个是如果一个Table级别内的热点Region在频繁转移 或者是一个Region频繁被定位为热点Region的话 那我们通过监控报警能够直接报出来 再由人工的接触去处理 第三点是对机器资源的一个优化 我们内部是HBase和HDIS混布的一个场景 这就导致一些用户的行为或者集群的规模 有一些资源的浪费 比如说CPU高或者存储低的情况 CPU高的情况我们在排查的时候发现 JC耗用的CPU是整体CPU的30% 然后我们进行了一次升级优化 将JDK升级到17版本 并且更换J1JC为JJC 可以发现JC时候CPU的一个消耗是优化前的50% 然后我们测试写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况 然后优化后上线 节点的CPU有15%的下降 接下来是对于存储的一个优化 我们针对不同的业务给他们提供几种优化存储的方式 第一个是冷背 第二个是分层存储 第三个是更换Yahoo算法为ZSDD 然后右图的一个监控 右图的一个监控是业务一个真实的水位下降 大概从80%降到了15%左右 然后可以看到优化后的效果 整体都降到了30% 就是资源利用率整体都降到了30%以下 对于集群来说我们可以缩容一半的机器 对业务来说成本有50%的下降 先说一下我们内部开发的冷背 我们是将业务打到Snap Shot 推送到FDS对象存储上 然后支持手动冷背和自动配置 但自动配置支持很多策略 天级别 周级别或者月级别 并且对数据的过期时间也可以设置 然后我们有定时的任务去清理过期的冷背数据 第二种是我们引入了社区的分层存储 在HDF的S上混布SSD加 HDD加AHA的机器 然后通过Major compilation使对应的热 温冷数据生效 我们在集群内部开启了ZST的压缩 相比于Snap在各个场景下有30%到40%的存储优化 还有一个其他方面的优化 是我们开启了HDFS的HERGE的READ功能 这个功能它会比较消耗网络带宽和CPU计算资源 所以我们开启的方式 开启的条件是 业务对读延迟有一定的要求 并且集群有空余的资源情况下才会去开启 对应业务开启后的一个效果 可以看到无延迟有30%到50%的下降 最后一个是跨文版升级 由于内部的一些历史原因 我们有一些0.98版本的集群 规模较大 然后没有升级到最新的2.x的版本 这就导致我们上述的一些优化 没有办法在这些集群上去使用 我们最开始提供的是集群内部的一个跨版本升级 从6.98升级到2.x再升级到2.3 但我们在升级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一个是高低Client的版本的接口不兼容 这个我们整体去推对应的业务 升级到兼容版本以上 另外一个是出现数据丢失的问题 然后我们看业界滴滴的一个文章 他们在升级过程中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然后我们已经修复 将2.x的文件路径与0.98的文件路径进行兼容 另外一种就是数据不同步的情况 所以我们升级过程中也遇到 就是0.98与2.x版本配置不兼容 导致数据没有同步 这个我们之后在升级前都会有一个注意项的检查 最后一种提一下 除了上述的原地升级之外 我们还支持迁移升级 提一下KVService是我们跟阿里共建的一个Proxy层 它支持进毒进血 并且支持Table和IS级别的一个切流 然后我们针对这种数据一致性的情况 增加了表级别的一个教验 只有表级别的教验完全一致之后 我们才会进行一个切流 接下来说一下对以上的总结与未来的规划 由于我们内部集群规模还在 集群规模还在持续上涨 对接的业务也会变多 所以对可用性还有延迟方面 我们一直在持续优化 然后通过上面的优化之后 可用性环比上半年 从99.922%上涨了99.978% 然后延迟平均下降了15% 由86毫秒降到了74毫秒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问题 代价有几个问题 是业务的已知问题 当业务有大量的删除之后 或者写入之后 如果没有对表 或者region即时的做major comparison 会导致业务的请求超时 是因为数据可能会有大量的删除标记 然后小文件特别多 另外一种是对底层HDFS查询的一个超时 也会影响到业务的一个请求 然后对未来规划是我们 也一直在对稳定性和性能方面持续优化 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存储方面的 我们对冷背还有分层存储 想介入性价比更高的存储介质 然后并且支持多数据源的这种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